嗨 大家晚安 我是曾智乔乔乔 天啊 我的声音真好听 因为我有一点点的感冒 有点鼻音 可是好像听起来挺舒眠的 挺住眠的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的亲密伴侣或者好朋友 跟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跟他们相处 这一题啊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必须拆开来 因为他讲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一个是亲密伴侣 一个是好朋友 亲密伴侣这一题啊 比较难解 我们先解好朋友好吗 我听过一个前辈跟我分享过一段话 我当时很震撼 他说 一个人如果常常觉得很孤单 是因为他的心胸不够宽大 我那时候真的很震撼是因为 其实我 整个小时候到青春起 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孤单的人 那我的孤单我常常觉得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 或者觉得我很特别 或者我是怪咖 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就发现 其实本来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那为什么每个人都独一位都不一样 有些人却不觉得孤单 有些人很多好朋友很多爱他他爱的人 那有些人却很孤独 所以那时候那个前辈跟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仿佛瞬间被拉回了我最孤单的那几年 对啊真的我的心胸不够宽大 很多事情我执着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比你们有远见 或者是我比你们看得清楚 或者你们不懂我 你们不了解我 就不要来改变我的想法 或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因为你们根本不是真的爱我 我常常落于这些想法之中 所以当现在的我还是一样 很偶尔啦很偶尔 还是会有孤单的感觉 那时候我就会知道 哇其实不是关于别人懂不懂我 是关于此刻我的心胸心门没有打开 不够开放 所以我觉得找不到跟我契合的人 契合的人事物可以与我同在 所以这个观点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讲讲亲密伴侣呢 如果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我是劝大家不要勉强 因为这个人已经不是 偶尔碰到的同事或朋友 他是要跟我们一起成为partner 然后甚至会走一辈子的人 如果真的阶段性的没有共识 大家可以各退一步再试试看 但如果真的原则上有完全不同 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其实各走各的路彼此祝福 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结局 或许还是一个更真实 更踏实的happy ending 所以以上是我的分享 祝大家都可以得到平静 可以好好地休息 好好地睡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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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